您好 欢迎收看12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议会召开了花莲县都市计划 公共设施用地通盘检讨 还地余民变更需缴45%为公设用地 并邀请了花莲县政府建设处 教育处还有地震处 也针对土地来进行面对面沟通 希望透过专案会议达成双方共识 也为地主发声争取应有权益 花莲县议会建设教主召集人黄欣 县远林源部 周军佑召开都市计划 公共设施用地通盘检讨 还地余民变更需缴45%为公设用地 专案会议并且邀请花莲县政府建设处 教育处 地震处和地主 针对会议内容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我们花莲县的公共设施用地 专案通检的检讨的一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的检讨里面 因为我们花莲县总共有18个案 全线18个案 当然有一个案子是比较棘手的 因为公共设施的部分 中央要全部还给老百姓 但是有的有还 那有的没还 那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的文小五 文小五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人里村 那早期是宜昌国小的一个分校 那分校后来因为 会作为利得幼稚园来做作使用 那当初的文小五的部分是教育用地 但是只有用部分 县政府只有用部分利得的部分 所以其他的部分全部都要还 但是公共设施的部分 他们必须要缴交45% 就是30%的土地的一个回馈 以及15%的一个开发的一个费用 那老百姓对于这方面很难去接受 因为早期的都市计划 其实早期化为 他们算是应许比较不好 被化为公共设施用地 其实其他的化为住宅区建设用地 早就用了 他们也没有缴交任何的抵费地 或者是回馈金都没有 那40几年之后 他现在还给他们 要他们缴45% 他们认为无限的尾期 希望在这个区块政府 能够体恤他们 在缴交回馈地的部分 抵费地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调降 他们会见请县政府 务必争取最短的时间 跟着所有的公共设施的 检讨的部分 专通的部分一起走 这个案子不要做delay 我相信对他们的 潜意上的诉求 会是比较好的 一方面他土地的部分 能够分配比较大的分 他一定是从这边来做努力 那第二个就是 从县政府 快大家都可以一起走的时候 相信他们在这个区块的 共同规划的部分 是有最大的一个利益 趁用这样的机会 大家坐下来做检讨 那县政府也能够接受 老百姓的意见 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双赢的地方 那往后的部分 我们会继续来 来协助宣政府 以及督促宣政府 在这个推动 公共设置的各项的 一个推动的时候 一定要脚步 要加快速度 让所有的乡区 能够做到最大的使用 跟争取最大的利益 这是我们今天开会的一个目的 赵检论黄金表示 因为会议内容 只是初步的检讨 正在45%的部分 抵费低费用 能够调降 希望县政府能够加以争取 而在文小五的部分 也希望地主能够达成共识之后 折旗再召开会议 来解决每一项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在共同努力之下 逐步完成文小五的问题 记得久不见 黄小五的老